我的主要的工作是婚禮攝影 工作起來之後花的時間很多 在電腦前面的時間很多 不符合我的生活習慣 所以後來就跟朋友聊 朋友就說 那你就把你自己喜歡的事情拿來開店 我覺得要注意 因為我本來就喜歡收集一些奇奇怪怪的 或是老東西這樣 然後這個時候有這個念頭 後來就認真考慮的是在我有小孩之後 那有這樣的想法之後就開始光明正當地買東西 一直買一直買 然後後來就經過有一次就亂逛逛到這邊 我覺得這個轉角有點歐洲的感覺 我自己蠻喜歡的 剛好房東又在 然後我就跟房東接洽之後 就提早把這邊租下來 然後先占位置 然後開始慢慢弄慢慢弄這樣子 有這個念頭 跟我老婆懷孕的時間是差不多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想 我將來店的名字就一定是我女兒的英文名字 因為我就把它當成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一樣 因為是我第一次開店 那我女兒的中文名字叫做張明兒 所以我那時候有個朋友是英文老師 她的建議就是說 有一個Muriel的名字 那我去查了一下 Muriel的名字是海面跟閃閃發亮 這兩個字的結合 那我一聽到 我一覺得我腦海裡面想到的畫面就是 我們在黃昏的時候站在那個海邊 看到潑光淋淋的海面那樣的感覺 那對我來說是一種很美麗的畫面 所以我就覺得我女兒取這個名字很棒 然後同樣我這個店取這個名字也很棒 因為我希望我這個店就是 像Muriel象徵的意思一樣就是很美麗的 所以我店就叫Muriel M-U-R-I-E-L 就是這個原因 中文叫做迷路洋行 是因為 又是從Muriel在諧音回來國語 因為叫敏兒洋行怪怪的嘛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 跟我老婆兩個在討論說 Muriel M-U-R-I-L念起來像什麼 欸 很像迷路 她就說我每次就是買東西啊 到處去跑啊去啊 去找人去問 就感覺好像已經在那個世界迷了路 回不了現實世界了 所以我想說那迷路很好 這個是進來的人都能夠 在古董雜厚的世界裡迷路 所以我們中文就翻過來就叫迷路洋行 我以前也很喜歡逛就是老東西 或者是一些歐洲東西的店 其實我個人喜歡的東西比較廣泛 但是我會發現這類型的店 要不就是只有老公愛看 要不就是老婆進去看老公在外面等 很明顯的分女生男生的 那我自己就很想說我開一家電視 老公老婆就進來裡面 他們就逛不完 就是老公也喜歡老婆也喜歡的店 所以我那個時候沒有什麼特定的風格 因為我也在想說這樣會不會 將來生意不好做 因為 專門店 人家選擇的選擇性比較多 那像我我自己開玩笑說 我這叫做精品店概念的老東西 古董店 所以它沒有特定的風格 唯一的風格就是 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你說它是從哪裡來的 就固定 到處都有 新的舊的都可能有 原則上就是 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但是把它規範在一個 比較認知 或是MTQ的氛圍裡面 這樣子